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说一下这个城市的规模的相关的话题 这城市规模的相当的话题啊 就讲的这个中国的千万人口的城市又多了一个 其实千万人口的城市大家现在呢 普遍认的是居住人口 不是户籍人口 这时候标准也不一样啊 我们现在老说还有多少农民的三农专家 在这说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 真正按照居住人口来算的话 那那个农村的人口很少了 而且呢农村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人口也已经很少了 它大量的是鬼村老人孩子 对吧 所以你按照实际居住人口 你包括农村的这些外出打工的 它实际上也居住在城里了 它并不居住在村里 对吧 所以你按照居住人口 那现在你就说了这个城市的居住人口 这个一千万城市大规模扩容 这个城市呢 现在又多了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 这千万人口的城市呢 就是安徽的省会合肥 因为得说起这个事啊 对合肥我还是比较了解 因为我在科大读书五年嘛 对吧 当年科大是五年制 而且当时去合肥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合肥是小城啊 我们当那个去合肥的时候 很多人还推着板车 人推的很长的 一个人推的板车 然后呢中间的那个小店铺都是上门板的 然后你从我们学校走到市中心 其实可以走路的 虽然说也有公共汽车 我们当时的这个学校呢 已经算是挺远的郊区了 然后呢 我们如果当时科学院的那个董铺岛就更远了 然后再去旁边有个大鼠山 远的很 现在大鼠山都成了那个合肥的中心位置了 发达位置了 然后我们要跑到好远的去那个潮湖边上玩一下 中间呢是飞机场 就得路过飞机场才能那个到潮湖边 现在潮湖边的那个地儿也是算很中心了 对吧 然后那个什么省政府啊什么的都在呢 所以一说起来的话呢 这个城市扩容太快了 因为当时一说 那个城市的厂住人口 那就是个几十万的概念 现在呢 千万人口 千万人口 我们就是讲啊 这个新时代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 实际上这个新时代的网络时代 它会带来更大的人口集中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呢 有光报道啊 中国的这个千万人口的相关城市 在报道呢 那个中国的千万城市人口呢 已经有17个 这是去年的报道啊 依据啊 这个各地的统计的人口 长途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呢 从高到低啊 有什么重庆上海 北京成都 广州 深圳 武汉 天津 西安 苏州 郑州 杭州 石家庄 林仪 东莞 长沙 青岛 现在又多了个合肥 那他差不多要要18个了 而且这个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头呢 重庆上海北京天津这个直辖市啊 很多年前就超过千万 而且重庆啊 是三千多万 然后呢 那个北京和上海呢 都超过两千万 然后其他的几个主要城市呢 也是那个省会 而深圳呢 是最大的新兴的 千万人口的城市 现在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将近1800万 然后当初呢 就是个小渔村 但是啊 这个深圳人口啊 2022年比2021年 还略有下降啊 下降了大概两万人 跟他的房价和政策都是有关的 当然你看看这个人口的集中 当然你合肥的集中呢 当然也有合肥政府的作为嘛 包括他的在新兴的技术方面的投入 对吧 那个也有呢 他的交通的彻底的改变 原来在铁路上是盲长 现在呢 变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了 当然也就不一样了 过长江过什么的 他都有高铁 对吧 而且高铁的那个 你看北京去合肥的高铁 现在快的不到四个小时 我们当年呢 去那读书的时候 做那个最快的特快的 合肥的特快绿皮车 大概是要26个小时 挤得很啊 而且就一趟 而且特别难买票 呃都是历史啊 所以我们讲什么 一个是中国发展快 一个是呢 我要讲的就是网络时代 其实这个人口的集中 呃 因为你越集中的城市 它越有效率 它越可以带来什么呢 巨大的产业链 产业链要集中 它就会变成大城市和城市群 呃 你的各种产业链 你在一个城市里头能解决 否则的话呢 你要是说 呃 不够人口集中的时候 你的产业链的集中度的成本 会有巨大的增加 我们需要这个事啊 你看看电商时代 你就很好理解 你同样的是送快递 你你要是说的话呢 那个小小哥守在一个大规模的小区 守在一个写字楼 他当然就很占便宜 他要是说在广袤的农村 你送送快递试试 对吧 你稍微偏远的地方 你送送快递试试 所以你看看 那电商都是什么 呃 中国偏远的地方 他不送的 不去的 对吧 他好多地方的话呢 是不给你那个 而且有些地方 他包邮一说起来都是什么 江浙户包邮 呃 对吧 你就有时候多的 再加上个那个 北京天津重庆直辖市 什么包邮 呃 广深包邮 呃 他的那个核心大城市 他给你送小的地方 他的那个各种成本 都是增加的 而呢 那个大城市 原来说很多大城市的时候啊 说大城市问题多 是什么呢 他就是这个管理成本很大 因为那城市大了以后啊 他的管理你 你的话呢 现在的管理成本 大幅度降低 因为原来你看那个城市管理 那个你想记的都是指指 笔纸啊 那当时记那户口本 记什么 去找人 城市大了呢 你都管理不过来 你这个你当地的基层民警 把你这个社区的人都认认 你也认不过来 对吧 但是现在好了 哪哪都有摄像头 对吧 哪哪有摄像头的 城里的管理 最好的地方 你可以注意啊 小偷没了 干小偷这一行呢 干不下去了 您对吧 因为你有这个摄像头 你这个小偷在哪偷 全给你录下来 证据确作 跑都跑不掉 对吧 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新技术出现 网络技术出现 它的各种管理变得非常的简单 你包括你这社区有这么多人 你那个民警不用都认识 他的网络上去查你这些各种的资料 一查一个准 比他那认识可能还要准确 你看以前的话 那些纸质资料 你那个记不得你去翻 你根本是翻不过来的 现在呢 你都可以翻过来 而且的话 现在的纸质资料 录入也变得很简单 一扫描以后就识别了 不像以前的呢 录入还得一点点敲 可以明白什么呢 这个社会和新时代呢 他对于这个城市的集中度 对于大城市的效率 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而且现在你看中国人口 到了个拐点的时候啊 这个人口的流向 还是什么呢 继续流向大城市 而不是说呢 回流 继续流向大城市 哪怕你说回流说 我们政策支持 你要去呢 那个回乡什么什么的 但是回乡它有好多的服务 它跟不上啊 你比方说您老说教育医疗 要把乡村建的一样好 你能建的一样好的是别墅区 都是给富人的 否则的话 他一定给人足够集中 才能养起一个大型的医院 养起一个高水平的学校 否则他人的话呢 都是很分散的 他这个学校的话 你去医院的距离 去学校的距离 你这个人走太远了 谁也不干 对吧 他就是说 你这个好学校 好医院 他一定是要在这个人的 集中的情况下 他各种情况呢 他都变成呢 需要你人流的集中 而原来的呢 制约你的 他的管理成本已经下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网络时代呢 可能这个人流会更加的集中 其实现在啊 这次房地产的那个拐点 也可以看得很明显 我一直在讲 它的三四线城市 以后的话呢 人口会越来越少 核心城市 可能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都是像超核心城市 越近 也就是说 北上广深 还不是其他的 其他千万人口的 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其他千万人口的 会好一点 然后呢 你想小微的 想公村的 很多县城的 这些那些的 它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像原来搞 那个造成模式的开发商 恒大也好 碧鬼圆也好 它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它是要这个房地产公司 它把这个整体的 方向投资错误 对吧 它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它的经济学家 当年的一些说法 其实你翻过来看看 有些时候啊 这个历史啊 你回看一回看 能看出好多东西来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